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宝华 我为郭平 郭平兄 我在出宁江的路上呢 有事吗 我收到信 有人要杀你 快回来 你听谁说 有人想动我 我也希望他说玩笑 但在这个结果眼上真是不能答应你 你这样 你看看你最近的这个检查站 或者是休息区 到了马上停一下 我要把这个信息核实一下再说 好吧 你连消息来源的准确性都不确定 就让我躲着 那我还得做事 再说我要是被害了的话 在你心里属于为民除害 你该高兴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你听不懂人话是吗 听一脚能耽误你做什么声音 卫大队长 我提醒你一下 严格来说你现在还不能正常行使 警察的权利 真有事 等我回来再说 你 是吗 那你呢 你就没利用我呗 郭平除了帮你 什么时候利用过你啊 帮我 他帮我是为了减轻对我哥的负罪感 他害死了你儿子 完了还有你念他的好 这不是算你是什么 你哥死的那是坏人害死的 和郭平什么关系 我只知道当年他俩出去 回来就只有他 为什么死的不是他 你别说 滑蛋 少数 少数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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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多年怎么熬过来的 我没看见啊 你心里那个急的那个个头 都快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了 我看了能高兴 沙河在天之灵 他看着能舒服 不 这叫啥交代啊 有时候 人死不难 难的是替死的人活着 不但活着还得要活好 这才更难啊 我觉得你为国平应该选择更难 是 明白了吗 我跟你说啊 看一个男人 首先 他说了什么不重要 第二 他为你做了什么也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啊 就这第三点最重要 你得看他是不是心疼你 而且看这种心疼 是不是已经到了一种习惯 和本能的地步 这个时候 你就不用太在意 他跟你说什么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 他跟你说我真烦你 你以后别 别再来找我了 别让我再看见你 这都是假的 没用 你得看 当你真有事发生的时候 他是不是第一时间 杀在你身边去 你不认识 赶紧走 快 走 站住 就跟那条件反射似的 这就说明了 心里肯定是一回 你觉得你现在道歉有用吗 你只是坐了八年牢 我要坐一辈子 你知道这些年我怎么过来的吗 我埋怨魏国平 埋怨那么多年 那么多年 我给我哥没一个好脸 凭什么呀 凭什么你们俩之间的事 受伤害的是我 凭什么现在搬家的还是我 一个滚的人是你啊 小夏 你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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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妈死了以后 我就成了你一条了 那天喝多了躺在你门口 我真的想去死 可是就那么一个人 给我盖了条大米 你还要死 卫小夏 我这辈子都欠你的 我请求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也给自己一个机会 你真的吗 你路上 你 我 做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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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为何